大家好,我是财尔沟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日 又是新的一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顺水利利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 又快年底了 我说的又快年底了 就是快到过年的时候了 回来看我们的一个视频 这是一个外耳道的胆子溜 当时这个人是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的爸爸 当时他带着他的父亲和母亲 过来店里面 他觉得他的父亲耳朵里面 有一个东西 这是他的左边外耳道 然后他的右边上一期已经发过了 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个叮咛酸色 开始我检查了一下 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叮咛酸色 这个读了很多年了 在视频的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凹槽 可见他平时用这个棉签 经常掏 觉得懂吗 闷睹感比较严重 我不太明白 他们为什么耳朵这么不舒服 明显的不舒服 为什么不去医院看一下医生 觉得还能听得到 所以就无所谓吧 今天的视频 加速播放 加慢速还有14分钟多一点 就这一侧耳朵 我都处理了大约在50多 这一侧 外耳道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处理的时间 都有50多分钟 当时那两边一检查 两侧的都堵住 我跟他说了个价格 200块钱 两边给他清理干净 这个女生的妈妈 就觉得贵 然后就转度又走 说这个太贵了 不清理 但是这个女生 就一再要求 他说 反正来了 是吧 就清理一下 最后发现 我觉得200块钱 说实 我还是有点点吃亏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太想搞了 因为这个胆子 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事情 它不只是这只耳朵 还有另外一只 还有个顶紧双色 那个顶紧双色都还好说 几分钟就搞定了 但是这次我越逃 感觉越不对劲 就感觉这个东西完全镶嵌在这个外耳道的上面 只能用这种钉钉钩 慢慢的去把它给拔出来 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泡 泡过半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等下泡来泡去 最后还不好搞 又加上看不到他的古墨 所以风险还是有的 最后清理干净的耳朵通畅 是吧 脑袋也清醒的 高高兴兴的 觉得值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想法 觉得你两百块钱 你一个小时多一点 两百块钱 感觉还不错 收入还可以 但是你们忘记了 做这个事情 有一定的风险性 还有这种技术 是需要你常年 累月的去积攒 这种经验 是很 是很宝贵的 也是很重要的 像胆子牛这个东西 我一年也难碰到 一两个 但是呢 我会去评估 这个耳朵的情况 有些东西 我不会去处理的 像如果是 外耳朵的胆子牛 可以尝试的清理一下 假如说是一个 中耳的胆子牛 或者是 对这个骨质 破坏比较严重的 就感觉这个东西 已经相见到骨头里面 而且取起来 也非常的痛 那么这种 我是不会处理的 我们要把这个风险 控制在我 口控的范围之内 像这个人 全程一点都不痛 还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视频的后面 有一个 有一个 什么呀 一个掏出来的 一整体的一个图片 就是成果的展示 开始 我挖来挖去 我觉得像一个 叮咛双色 后面我就发现 越来越不对劲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东西 它不像 叮咛双色 那个样子 它与外耳道的皮肤 就是 感觉就不是在一起 这个东西 它就是相见在一起 而且里面 对这个 外耳道的这种骨质 还是有一定的破坏 只是程度不严重 屏幕的上方 有一个很大的凹槽 其实这种东西 一定要处理 你要等它自己排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挖这个东西 我还是比较的小心 可能专业的医生去操作 他就会一下子捅得比较深 连根拔起 但是我们的服务行业 对吧 要控制风险 还有就是 要在乎 这个人的一个感受 不能让他太疼了 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下 把它给清净干净 这个来来回回 我觉得应该有上百次了吧 当时我挖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吧 我怕挖不干净 觉得不能成功地把它给取出来 当时有点怀疑 我刚才说的也很清楚 这个尽力的去处理一下 如果是实在不行就算了 它这个应该是长青的进水 这里面完全给泡软了 说它干它也不干 说它很稀它也不稀 就是这种状态 就很难搞 这种那种挖二勺的勺子 它也是挖不进去的 它只能用这种钉钉钩了 慢慢把它给勾出来 当时它自己看到 自己的味道 都非常的惊讶 比较的正经了 我觉得我也算是解决了它的一大问题 困上它很多年了 像我们这个老一辈的 就是我们的父辈的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呢 他一般是扛住 不会说像我们现在 哎呀 一不舒服就要去医院了 是吧 也不是说大家怕死吧 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主要不许看医生来 一个是说比较麻烦 二哥呢 觉得还能听得到 还没完全浓 就无所谓 它这种东西如果在里面时间太长了 它对里面的一些骨质上面的一个破败 会更加的严重 这个东西还是要尽早解决 像这个东西是吧 一直长在骨膜上面 对这个骨膜啊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像 骨膜已经处在一个 有严正的状态 那取到这里就基本上要出来了 这大块 来它一个咸鱼翻身 这个白色的狡猾层啊 比较的明显 现在卡在这个外套的门口 大家会想一下 我在外面挖了那么久 清理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它最后这块还是卡在外套的门口 口感有多大 这是处理完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骨膜上面 黑层白色的角化层 稍微把它给处理一下 最后我叫她 叫她女儿 就是那位 女生啊 去对面的药点 买了一个消炎的第二叶 我给她擦了一下 消消炎 这个本来就做了一个 消色的一个展示 本身的味道是非常的红啊 现在差一点 好嘞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再次祝福大家 在2024年万事如意 咱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